恳请所有的资方 所有的演员跟工作人员 就像你们的孩子一样 请好好照顾这些热血的孩子们 请你提醒他们 好好地做好前置作业 不要边拍边改 到了现场改了又改 请您督促他们 不只是科技的进步 思维也要跟着进步 请善用科技打造最良好的环境 请您强制他们 确实准备好了再开机 期许有一天 长官们可以拨一点点的预算 去实质地帮助 所有工作人员设备上的安全 以及符合现场需求 各式专业的介护人员 以达到确实的协助 接下来让我们邀请 另一位特别贡献奖的得主 资深摄影师黄伯雄的颁奖人 简慢书来为我们引言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简慢书 今年绝对是丰盛的一年 因我们观赏的戏剧节目 类型如此的多元 精彩动人 而在这当中 最能让人感受到 冲击速度与张力的 并且还能刺激食欲的画面 就是出自这位男人的手 不管天气再炎热 它总是坚持不懈地 穿戴厚如盔甲的沉重背心 身上连接着 Steady Cam 与摄影机 轻盈俐落 悠悠自在地 穿梭在湿滑巷弄 车震人海当中 用那如同老鹰一般 敏锐精准的目光 为电视机前的我们 捕捉不容错过的 每一分每一秒 黄伯雄先生 所参与的每一部作品 都放入了他满满的爱 与灵魂 他用他的热情与专业 为我们的影视作品 注入了肾上腺素 即使拍摄工作再累 再辛苦 他依然用那如同孩子般 天真灿烂的笑容 笑容里还藏有两颗可爱的虎牙 以及他那炯炯有神 发亮的圆眼睛 带领着大队欢欣鼓舞 迎接每一天的拍摄行程 他能让时而紧绷 时而焦虑地拍摄现场 再重现生机 熊爷 我还记得在拍摄现场 个子同样都很娇小的我们 常常需要大家拿那个木箱 来帮我们增加升高 而我们总是会会心理笑 因为我们不是矮 只是不高 而且大家其实都不知道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 都不曾看过的风景 熊爷 你的付出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永远不会遗忘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段VCR来追忆 我们最敬爱的黄伯雄先生 熊爷 黄伯雄先生 15岁就入行从事摄影工作 擅长一镜到底 武打 飞车等各式拍摄境位 活跃在两岸三地的影视圈 进入香港剧组 从稳定器摄影开始 学习香港的拍摄模式 深按动作场面张力技巧 并将其技术 能力带回台湾 你就可以看到 他在动态的摄影上面的研究 在还没有出国训练的时候 好像他的天分就已经在了 在香港的受训以后 他已经是大师了 帮了导演在力道上 或者是节奏上的表现 是会让我觉得为之赞叹 Action之后 你就看到摄影机 跟着那个人一起这样翻了一圈 超级有张力 在15年前那个环境 当时没有人会自己买器材 但是他却花了300多万 买了自己的State Cam 我们当时都觉得他疯了 他的工作态度 用热心助人的精神 感染了每个人对作品的执着 为什么他比我小这么多 我还是叫他熊野了 有他在的话 现场会进行得非常顺利 他就是带着大家把事情做好 我很欣赏他这个风格 那很多的时候都是敢拍的状态 我每次都觉得 不行 我快撑不下去了 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人 非常有朝气地在现场 冲来冲去 跑来跑去 那通常就是我们的摄影师 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很了不起 同时在拍摄现场 黄伯雄总是带动大家的气氛 不利于指导鼓励 无私分享自身所学到的技术 你都可以看得到他在现场 他是怎么去带人的 有时候这个力量会感染呢 伯雄他习惯的焦点 虽然说有固定 但是他还是会希望说 他每一支片可以带不一样的人 这样子等于是他能把他的经验 告诉给更多人 觉得有点心痛 因为我觉得他真的非常非常优秀 有一个这样的partner 跟你一起创作真好 从海外带回来的摄影技巧 提升了台湾影视的水平 熊爷 谢谢你 杀青了 我们现在有请特别贡献奖得主 黄伯雄先生的夫人 杨思雨 上台领奖 黄伯雄先生的表演 海外带作品 上台袄导西 发表最后一切 创作品 作品 海外带作品 海外带作品 在还erel 海外带扬西 海外带 海外带 我知道我老公一定有很多很多要感謝的人 但是我跟他說 你想感謝的人 你要自己去說才有意義 今天我會站在這裡 我主要是要感謝 每一位曾經拿水給我老公喝的人 謝謝你們提醒他休息 黃沐雄真的是一個很認真很努力的人 在台灣他是唯一一位攝影機拿最穩的攝影師 他的拍攝技術養壞了我的雙眼 讓我現在挑片挑得非常嚴重 其實我很崇拜我老公 我很喜歡看他認真的樣子 但這些話我從來沒有跟他說過 因為我只在乎他 什麼時候回家 所以所有的主創 我知道你們有一顆熱血的心 但也請你們提醒你們的另一半在家裡等你們回家 愛要及時 最後 懇請所有的資方 所有的演員跟工作人員就像你們的孩子一樣 請好好照顧這些熱血的孩子們 請您提醒他們好好地做好前置作業 不要邊拍邊改 到了現場改了又改 請您督促他們 不只是科技的進步 思維也要跟著進步 請善用科技打造最良好的環境 請您強制他們確實準備好了再開機 期許有一天 長官們可以撥一點點的預算 去實質地幫助所有工作人員設備上的安全 以及符合現場需求 各式專業的介護人員 以達到確實的協助 因為不是每個資方都願意對這些項目花錢的 所以懇請所有的演員工作人員 對於高危險卻沒有確實準備好的工作現場 不要再默默承受 請勇敢說不 請集體說不 黃伯雄愛你們 請你們帶著他的愛 他的熱情 他的呵護 他的善良 他的分享 他那最燦爛的笑容 繼續拍下去 謝謝大家 再次謝謝特別貢獻獎得主 黃伯雄先生 對台灣影視產業的貢獻 也謝謝他的夫人楊思宇女士 以及謝謝頒獎人簡曼書